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们会进入诗篇第一课的第三集 在开始之前 子山不如跟大家温习一下上一集的内容 好 上一集主要跟大家分析过 在诗篇里面标题注解的第三类 第四类和第五类的资料 诗篇的标题注解总共有六类资料 很有研究的价值 在第一集我们分析过 第一类资料讲出那一篇诗的作者是谁 第二类的资料指出那一篇属于什么类型 到了上一集 我们提到第三类资料 即是某一篇的用途 第四类资料 就是那篇诗用什么乐器来做伴奏 和第五类资料 就是那篇诗用什么曲调来弹奏 里面提到几个很特别的名称 在表面上不容易理解他们的意思 不过由不同圣经学者研究的结果 我们同观众尽量去解释他们的意思 诗篇用了不同的曲调 如果能够很仔细地去研究 实在是十分之精彩的 只可惜 当我们读诗篇中文译本的时候 只能够从字面去了解 更加无法访效当时的人将他们唱出来 无论如何 这些背景资料 对我们查经是很有帮助的 林彬 今集你会不会和我们解释 诗篇标题注解的第六类资料呢 好 现在就讲完诗篇标题注解最后一类资料了 他指出那一篇诗为什么会写 以及在什么场合写的 或者跟大家举一个例 紫山将诗篇第三篇的标题注解 跟大家讲一下 好 诗篇第三篇的标题注解是 大卫逃避他儿子压沙龙的时候作的诗 这个标题说 大卫要逃避他儿子压沙龙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可以参考旧约圣经 《撒母义记》下的第十三至到第十八章 这段记载都很长 紫山不如和大家好骄要这么讲一下 大卫皇曾经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犯了奸人的罪 大卫因为要掩饰这个罪行 假借敌人的刀杀死了乌利亚 神很不喜欢大卫的所作所为 就透过先知拿丹宣布神和他的惩罚 这个惩罚 就是大卫皇要失去四个儿子 而其中一个就是压沙龙 压沙龙是大卫皇第三个儿子 他妈妈是基础王达玛的女儿 马家公主 压沙龙曾经因为他的妹他玛 被同父义母的兄长暗乱污辱了 就怀恨在心 他找到个机会杀了暗乱 然后就逃走到他外公那里 大卫皇后来准许压沙龙回去耶路撒冷 但是压沙龙的野心 祝使他用鸡谋夺取大卫的皇位 结果大卫只好逃亡 大卫就在逃亡的时候 写了诗篇的第三篇 他哀求神救他脱离敌人的魔掌 在介绍完诗篇这六类标题注解之后 希望大家都知道 每一篇诗前面的细节 都是很有意思 也都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不理 诗篇这卷书有这么多位作者 他们生存的年代相隔这么远 这样整卷诗篇是怎么编辑成书的呢 诗篇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 在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 才编辑成书的 你想想 由大卫皇统一以色列开始 经过分裂的南北两国时期 再经过以色列和尤大先后秘鲁 再由秘鲁之地回归耶路撒冷 经历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才陆陆续续编成这本书 难怪诗篇的内容这么丰富 又这么多变化 就好像一个万花筒一样 好精彩 诗篇的内容不是根据主题来到编辑 圣经学者将诗篇分成五卷 第一卷是大卫皇编辑 第二卷是希西家皇编辑 第三卷是约西亚皇编辑 而第四和第五卷 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编辑 按照你这么说 每一卷诗篇都有编辑自己的喜好和选择 不同的编辑有可能收集到同一位作者 但是不同的作品了 当我们仔细去读诗篇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五卷书的编辑 都有圣灵的指引 所以它们互相配搭得很好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这五卷诗篇的主要内容 可以与摩西五经互相对照 摩西五经 你的意思即是旧约圣经前面的五卷律法书 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文造记和生命记 没错 不如我们一起试下将诗篇和摩西五经的内容 做一个对比 子生你负责讲摩西五经 而我便负责讲诗篇 好,那我开始了 摩西五经第一卷书是创世记 主要讲到人类的被造 人犯罪堕落 以及神要拯救人类这个应许 第一卷的诗篇 由第一篇至到第四十一篇 主要是大卫写的 其中有很多篇诗 讲到人的堕落和蒙福 以及被神拯救 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 主要讲到以色列人被神拯救的经历 以及以色列国初步的形成 第二卷诗篇由四十二篇至到七十二篇 作者包括大卫、可拉的后裔、阿萨和所罗门 主要是描写国家的灭亡和复兴 他也提到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 以及拯救我们 这一组诗篇很强调 我们应该单单寻求神的帮助 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是利未记 主要讲到有关会莫的事 也都强调神的圣结 第三卷诗篇由七十三篇去到八十九篇 主要是阿萨和可拉的后裔写的 其中有几篇提到圣殿和神的王权 也都提到神的全能和圣结 神是配得我们敬拜和尊崇的 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是《文数记》 主要讲到神的选民 与他们四周围列国之间的关系 第四卷的诗篇由九十篇去到一百零六篇 大家最熟悉九十篇是摩西写的 也都有好几篇是大卫写的 其余的诗篇就不知道作者是谁了 这一卷的诗篇提到 神所掌管的国度和列邦之间的关系 摩西五经的第五卷是《生命记》 主要重申神的命令 第五卷诗篇由一百零七篇去到一百五十篇 主要都是大卫写的 也都有些是所罗门写的 其中有很多是清謝和赞美神的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是全卷圣经最长的一篇 它强调歌颂神的话语有多么重要 亦都是多么宝贵 对了 子山你有没有留意 在五卷诗结束的地方有一个共通点 我注意到他们都是用清謝赞美神作为结束 第一卷诗篇结束在四十一篇十三节 经文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清重的 从耿古直到永远 阿门阿门 第二卷诗篇结束在第七十二篇 它的十八和十九节说 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清重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清重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 第三卷诗篇结束在八十九篇五十二节 经文是 耶和华是应当清重的 直到永远 阿门阿门 第四卷诗篇最后一节的经文是 一百零六篇的第四十八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清重的 从耿古直到永远 愿众文都说阿门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而第五卷诗篇更加用最后一整篇 即是第一百五十篇 来到赞美神作为整卷诗篇的总结 子山你对诗篇都很熟 诗篇最大的用途应该是用来赞美神 有位圣经学者甚至主张诗篇之所以分成五卷 是对神的五重赞美 对神的五重赞美很有意思 是啊 神又真是很值得我们称重和赞美 好 又是时间要休息下了 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诗篇的其他资料 好 又要等啊 好了 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等 下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